好 我们再来说说他们的新生活 在比赛结束之后 赵宏博还做出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就是向他合作了15年的搭档申雪求婚 这是比赛结束时的场景 赵宏博单腿跪下 这个动作在以前很少出现 事后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赵宏博是准备向小雪求婚 不过申雪当时并没有领会赵宏博的心思 赛后两人透露 有可能明年来婚 我跟小雪都在一起搭手了 能有15年了 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 因为中间有很多的磨难 我们能够有现在的结局 这么完美的一个赛季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在那一比赛之后的那一瞬间 去向小雪求婚 我觉得是最浪漫的事情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是 好了也不会说 不好了也不会说 所以现在整个 作为我们运动生涯 也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才会把 答应媒体和答应观众的事 告诉大家 结婚会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会在明年 对 我们也认为